接着来关情到的是地方建设 台中市水利局为了改善大理区的西南人化 跟瑞城里的淹水问题 之前美群路失作雨水下水道工程 不过第一期是发生了包商跳票 跟路面掏空下线的情况 也造成了当地居民的困扰 而最近水利局又将失作光明路到美群桥段的 雨水下水道工程 预计三月份就会动工 而当地居民也担心了噩梦仇见 24号晚间在美群国校的说明会上 居民就扬眼要发动抗议 场面一度是相当紧张的 你怕你会扛到的抗讨 你不是你这是生存 做了他来说我 这是不是小怪怪 说明会现场民众七嘴八舌 纷纷地表达意见 因为听到台中市水利局 在美群路雨水下水道工程 从光明路到美群桥这一段是即将施工 让大家很担忧 你这个保险我请问你保险 再来你这个保险就维持多久 保险工程要一半一年而已 所谓的期间是说工程完成以后 那保险期间就到这里 但是我跟你说你先了解 你先了解 我现在有跟各位报告 我们现在时间前 我们的车如果去铐厅 我们的车如果去铐厅 比如说好 铐厅做好之后 有铐厅一次 铐厅成功铐厅一次 比如说我们家来 外出来有必须 是因为我这一天 那他就没有期限了 那他就没有期限了 市府水利局表示 这个路段的雨水下雪道施工 是采用推进工法进行 相信会对当地的影响降到最低 不过因为之前 也曾经发生过包商跳票 路面掏空下陷的情况 也造成了当地居民的困扰 因此虽然水利局是再三说明 仍无法获得正同 而地方更一度扬言 不让工程进行 后面这个东西 台电的电是中央的 你现在做的是电的 后面发生天灾的事情 我们是要找什么 底下那个水怎么会跑出来 那最主要就是这个我们设计 是用所谓的压力差的方式 就等于是大红溪的一个工法 它是一个压力管流 所以说只要水头有压力差的话 它水就会自动 就是重力压力流 它就会把水压出来 所以说整个一个技术 都是经过公公司 整密的一个国家设计的以后 所执行的一个工程 市府水利局表示 由于这是市府重大制水改善工程 所以会尽力沟通 并承诺会解决施工期间的相关问题 来降低民众疑虑 让工程可以早日动工 解决新南地区多年来的淹水困扰 继续来秋风台中采访不到 吃个构